傻姑娘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师父为了给大家拖到天上 摘上一朵莲花 累得身体打晃 筋疲力尽 全身浸透在汗液当中 而这样的情景要四天八场四千多人 四千多新弟子啊 一个师父一个个的摸顶 一个个的拖上天 一个个的摘上莲花 一句句的叮咛 一句句的的嘱托 而我们又做得怎样呢 为了得到加持而拜师 不努力莲花枯萎 违约了菩萨 辜负了师父 我们有师父 我们有慈父 我们有慈父 我们有依靠 我们有慈父 我们有人疼爱 我们有人疼爱 我们有福气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拿什么来感恩他 我们的慈父 我们的恩师呢 我讲不出来了 如果我们是一位孝顺的儿女 我们为您的师父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一位忠诚的弟子 我们又应该为我们的慈父师父做些什么呢 好好念经 天天救人 感恩师父 地水之恩 涌泉相报 更何况是救度我们慧命的慈父恩师 在此我倡议大家 全世界所有修行心灵法门的同修 尤其是师父的弟子 放下自私自我 多多发心 为师父念诵 自存小房子 师父长久住世 是我们众生的福报 师父常住世间 可以引领我们走进菩萨的世界 师父世间常住 可以带领我们走人间佛法正道 更何况 我们发心给师父念诵小房子 上至菩萨赞叹 下至鬼神欢喜 而且我们还能得到福报 加持 宵夜 累积功德 师父 为了感恩大家发心 念诵小房子的每一位 师父一遍遍的加持 一次次的请菩萨保佑他们 所以说 发心给师父念诵小房子 历己 历师 历众生 真的是功德无量 法喜充满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感恩大家 你是施朗诵啊 不是 我是发肆肺腑的呼唤 唤好了没有啊 傻姑娘 你记住啊 你的师父很朴素的 你看看我这个人 我从来不搞什么特殊 搞什么东西的 我就是很实实在在 有些孩子他们经常讲 师父啊师父啊 我马上就说 好了你不要 恭维我了 你就讲你自己的问题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你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我们真的是希望师父能够健康 长久住世 因为很多人都接待师父的气场 所以师父身体不好 他们马上就会感到自己不舒服了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你先讲完吧 好吧 第二个问题 请师父此分开示 师父您曾说过 人生就像坐火车 很快就会到达终殿 人生苦短 生命无常 我们知道死是必然的 但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单凭自己修学固然很重要 往生时 助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们和一些修净土宗的人 谈到心灵法门时 很多人会问我们法门 怎样送往生 这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 但我今天的问题是 净土宗有送往生的遗归 那我们法门完整的送往生的遗归 又应该怎样呢 是否能够把送往生的遗归 加入到玄学问答中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 师父对你前面一个问题呢 是这么回答的 师父呢 真的是很爱大家 大家也很爱师父 我们是用心的 这个没有无地 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可以解释的 因为我们都是用佛的心 在爱着对方 所以师父最后还是感恩我们的佛情和佛缘 感恩师父 第二 关于给师父念自存小分子的事情呢 师父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呢 一切随缘 大家呢 好好地先把自己修好 如果你们有时间 有精力 偶然的 一个月 两个月 帮师父念一张小房子 问题都不大 不念 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 师父要看到你们好 你们好了 你们帮师父念的小房子 质量也会好 你们自己不好 你们就算帮我念了 你们自己还是不好 师父拿了小房子 心里还会很难过的 明白 第二个问题 至于你讲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送往生的 送往生 是这样的 送往生是这样 因为呢 我只要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比方说 净土中 他们有一套仪轨 对不对啊 是的 还好啦 那我们心里法门 往生也有一套 对不对啊 好 那么我问你 你可以坐火车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坐飞机去 你也可以骑马车去 你也可以坐巴士去 实际上 任何一个仪轨 只不过是一个方法 最重要 我们是要到 西方极乐世界 对不对啊 是的 师父 心灵法门 曾经跟大家讲 如果你上了年纪了 你觉得自己 力不从心了 你觉得自己 年纪大了 可能阳寿到了 所以什么叫方法 方法就是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善巧 实际上 只要找准你喜欢的方法去做 你一定能成功 你只要心能够跟 是 吉林省修学心灵法门的同修 一定好好听师父的话 好好地修心修行 不辜负菩萨妈妈的尊尊教导 牢记菩萨妈妈的音音期望 佛度有缘 有缘众生 众生有缘 缘在天上 菩萨妈妈 我们一定上天 去见您 今天是父亲节 让我们忠心地祝福 我们的恩师 我们的慈父 身体健康 长久住世 师父 节日快乐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谢谢 所以人有时候 你只要发喜 你就健康 你心灵就健康了 你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了 还有吗 感恩师父 现在供修所问问题已经结束 感恩师父